我接下来要告诉你 请把这张图搬到左边 请把这张图搬到左边 接下来我们刚介绍了 各年利润统计 我想在右边再画 纸类别产品 纸类别产品 联动分析 纸类别产品的联动分析 或者是我们来看 那个类别产品联动分析 好 所以在各年利润里面 各年利润里面 我们如何去建立一个互动式报表 所以我先把这个搬到左边去 你会发现搬到一半的地方 它会被吸过去 搬到一半的地方 它会被吸过去 可以吗 一半 这是它特殊设定 好 空白地方点一下 接下来我们一样去画群组直条图好了 群组直条图 然后它就会塞满剩下这一半 因为你左边画了一半 所以右边它也会认为图表是有对称性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做各类产品的利润分析 这边是各类产品利润分析 各类产品利润分析完毕之后 我们才会分析各子类产品利润分析 可以吗 一定是 请问一下 假设今天我们算 我们在做财政统计分析 财政大数据分析 好 我是不是先把各年的 例如说所得税收入 我先算出来 对不对 算出来之后 你右边 右边你第一个会去看的 是不是 各县市所得税的分析 可以吗 有听得懂的意思 在右边你可能会放 这边假设是县市 这边可能就会放的是各行政区 听得懂我的意思 它其实是有一个阶层性 阶层性 可以吗 你不可能先做各行政区 再做各县市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先做类别 所以轴 当我勾选类别 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它就类别跑到轴这边 类别跑到轴这边 还有它的利润 请再勾利润 好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到 各类各类的纸产品 为了上课方便 我先做一下格式 我把这个字稍微放大一点 格式里面 我把X轴字稍微放大 请问一下 这边利润我也稍微放大 那就是Y轴 Y轴 这个你们看要不要做 因为你们都看得到 你是不是点错了 然后是利润 是Y轴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资料表里面 在这个资料表里面 所以请点回来 请点回来这个地方 这个是什么 这是栏位 栏位 请把这个直 这边有看到直吗 请把这个直 这个地方哦 栏位 请点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直 直就是我们刚刚的Y轴 Y轴 我再说一次哦 这边栏位 我跟你讲 你不用去改这个格式 格式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我现在要请你把这个栏位 里面的直 这个直 是不是放的是利润 请把它修改 修改将直显示为 不是没有任何计算式 总计百分比 什么叫总计百分比 像这个 这个代表是 占34.92% 这个占的是29.7% 这个占的是35.38% 可以知道吗 这就是总计百分比 总计百分比 例如说好了 台北市占整个全台湾的 那个所得税收入的百分比是多少 可以吗 我们现在在看的是 整体的 整体的 Brain Total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哦 最好是把这个 这个顺序调整 因为是大数据分析嘛 建议是 是顺序调整 会不会做到顺序调整 顺序调整在哪里 在更多里面 更多 顺序调整哦 在右上角这个点点点里面 所以请点它 有没有看到这边 有一个叫做排序依据 请按照什么 利润的百分比 利润的百分比 有看到它由大排到小 这叫递减 也就是点点点 这里面的 递减排序 可以吗 当然你要先设 排序依据是 这个总计 百分比 那 其实很多人真的很喜欢 看这个 百分比的 值 请问 这个值怎么秀出来 是不是在格式里面 格式 随便格式里面 请把资料标签打开 然后再把这个资料标签设大一点 方便大家来观看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其实这个百分比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你游标移过去 它就会告诉你 对不对 真的你游标移过去 它就告诉你了 好 请注意 我左右这两张表 其实做法非常接近 只是把这一个右边 这个利润的资料呈现方式 是用百分比 百分比可以知道吗 就是你觉得用一个数字表示 也可以用一个百分比来去表示 可是百分比的表示 有时候是更精准 更好的 举例来说好了 台北的结婚对数 一定高于花莲的结婚对数 对不对 因为台北市的人口数多 可以吗 所以我们没有人这样子比 我们既然要比就应该改成什么 结婚率 那这个结婚率是不是应该用人口数来去校正 对不对 其实还有没有更精确的做法 由 由 民法规定 几岁以上 几岁以下 的 四婚年龄 来做校正 可以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研究就是在做这件事 就是把这些真实的现象 把它去做得更清楚一点 像有听懂我的意思 你要一阶一阶的来去把那个校正数 校正回来 你才有机会看到的现象是真理 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了 我真的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新闻怎么报导不重要 重要是你应该要探究 如果你针对这件事情 你对你是有必要了解 你必须要去探究事情的真相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也许可以从数据分析来去着手 好了 我们现在要做互动式分析 因为Power BI最强大的功能 是不是互动式 你看哦 当我现在我点了2015年 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不能每次都问杨同学 这样他下午就不见了 那您现在学长您现在看到了什么事情 2015年 不要讲右边这边好了 比如说吃饱了 最好是讲说早餐吃饱了 听得懂吗 那个主词 授词都要清准的数 右边这边就是那个利润 各类利润的统计分析 看到什么 右边直接看到什么 对于对于三个月的统计战 有差异吗 有差异吗 有差异 下面那个浅色代表是全副 全部 就是四年全部 就是办公用品第一 然后技术第二 加剧第三 可是2015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很严重的事情 什么事情 深色是这一名 深色是这一名 视觉化分析 这个深色 它现在 它的表现 可以看到 2015年怎么样 办公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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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幅下滑 大幅下滑 可以吗 掉了很多个百分比 约掉了大概六七个百分比 严不严重 严重吧 例如说 全台湾的所得税 台北市 假设 它在那个总计百分比 每次都占50% 然后呢 今年 假设我们说 随便讲 比如说 那个2016年 大幅减少变成42% 你觉得 要不要去研究 这8%的差异 要吧 这8%代表数值是多少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 可以理解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当然是觉得说 2015年技术类有大幅成长 很棒 对不对 可是 可是 从第一名 另一名来第一名 办公用品的第一名 变到第三名 也就只有三名 从第一掉到最后 是不是值得我们一定要去看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以吗 应该可以吧 来请点2016年 好了 在2015年我们看到那样子的情形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找相关的主管来去做 来去做什么 报告 检讨 分析 说明 然后接下来 可能对于是该地区或者该类别产品 有一个明确的政策的修改 对不对 到了2016年 您觉得2016年跟整体的表现是不是一致的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代表 这代表 这代表是不是一定是政策有做一些调整 对吧 有听懂我的意思 在2016年是不是就是正常 怕死 大家都没事 对 前面有一个 例如说可能发生了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去做政策调整 所以在2015到2016这边 我们政策已经修改过了 所以他这边看到是这种现象 这样了解吗 所以您觉得我们如果说把我们很多的资料 是透过一个大数据分析 来去把每一年的一个发生情形来去做这种联动分析 对于就是说类别型的资料 类别型的资料 我们是不是都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重点是这个过程一定要去形成一些新的政策 来去因应变化 可以吗 那我们接下来 请把 这边看得懂2015跟2016它的变化吗 好 那我们现在来继续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做了类别 可不可以把它去做类别 可以 可以 我希望你顺便找到一半的位置 一半的位置 就是你拉到一半地方 它就会出现那个横线 可以吗 这个本来是不是在下面 请把它往上搬 搬到一半的位置 好 接下来 复制它 怎么复制工作表 剪到它之后 复制 然后贴上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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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把这个 蓝 是不是类别 对不对 请把子类别 搬下来 搬到什么 轴这边 轴类别的下面 有看到一个黄色线吗 放开 可以吗 现在变成子类别的下面 这张报表就变成 有这些 可以向下探索的工具了 有看到吗 可以快速来去产生 我现在要告诉各位 这个文字类别的阶层就这样子设定 设定好之后这边是不是有向下探索 例如说当我点选 多向下探索 有看到吗 好了 不过我现在重点不是要去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 我重点是说 我要把这个轴里面的类别给拿掉 我要把那个类别拿掉了 好 请问一下 当我现在点2015年 2015年有看到吗 2015年这边是不是有看到技术 技术类别是大幅上升 那你想不想知道 技术类别大幅上升 那哪一些 哪一些类别有大幅上升 对吧 你可能会想要知道这件事 你想要报告这件事 所以控制键按住 点这个技术 点它 这四个就是技术做出来的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四个都上升 有看到这件事吗 就是当你今天向下探索 继续做 切割 这个时候它是很棒的一件事 切割 所以扛坐这样住 然后点它 这就可以直接帮你算出来 直接视觉化呈现 这四个四个 尤其哪一个成长最多 尤其哪一个成长最多 尤其有看到吗 四个都成长 你要把类别上面这张图的类别拿掉了 类别在走这边 那你要把类别搬进来 类别在这边 搬到类别的下面 不是 对 托力过来 托力 来按住类别 类别伤掉了 类别伤掉了 还有你的图力相当你曾经勾选到 所以就把它承叠 承叠 2015年点下去 然后托力按住 可以吗 麻烦 又教两个 刚才重教 这边 这边很单纯 通通不请你算 只是请你先学会 大数据分析的技术 可以吗 可是明天全部都让你自己算哦 好 就是技术你一定要先了解 你们觉得这些技术重不重要 这些技术就是big data 旁边是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叫做storage 记得吗 还有一个叫analytics 分析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什么 技术 technology 好 当然前提是你这四个英文单字 应该说big data 这是一个英文单字 你要知道这四个英文单字 是什么意思 好了 我现在我现在我关掉delete 这张图就被我删掉了 怎么做 第一 选到它 复制 贴上 然后把它搬下来 请问一下 这张图的画法是不是轴 轴跟什么 轴跟利润的百分比 对不对 轴里面放的是不是类别 请把指类别搬过来 因为我希望 就好像说我呈现是 限制别 再来是行政区别 可以吗 大数据分析都在做这种 向下探索 好 接下来呢 我就把指类别搬到类别的下面 再把类别删掉 可以做这件事吧 可以吗 接下来只是电脑操作 再考验各位 Windows的技能 就是滑鼠使用 我是不是说第一个 你要点2015年 是不是可以看到什么 类别 类别 类别这边是不是看到 技术类似的上升 那请问指类别呢 你是不是想要看指类别 这个时候 我要看这三张表的哪一张 当时这一张 这三个类别的哪一个 当时这一个 是在看上升 你要知道谁上升最多 对吧 可以吗 所以 单独 我现在已经点了一下它 现在要去看 这里面 的 某一个 所以你要加按按键键 它是关联 它是一个向下切 可以吗 这一个到这一个 这边 一定要加按按键键 再点技术类 一定要点这个技术类 所以 Ctrl 键按键键 再点它 请问是不是就做到这边了 可以吗 那 还有一个办法 因为我要继续去讲 因为同期比较 在上升比较急速 所以 你可不可以再忍耐 就是说 因为明天这边 这些影片我会全部释出 明天 我们现在上课内容 我全部都有全程录影 录电脑画面跟我说的声音 请到时候再补这一段 再去看好不好 因为我们课程又没有 他说不能配助教 能不能下次帮我写一下 因为 那个 城市设计 我还不知道明天 城市设计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 我会慢慢教 那如果跟不上 就先算了好不好 因为我会希望你们先听一个 完整的大数据分析 要先绘的知识 好 你记得 就是赖我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 请观看什么影片网址 我们没有人 一学 一次 我就要到位 听得懂 也不要放弃 因为这套工具声 太好玩了 好了 请问我接下来 是不是要换另外一个角度 来问你们一件事 2015年办公用品 2015年办公用品这边 是不是发生了一件事情 整个大幅度下降 谁下降最多 什么办公用品下降最多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收纳具哦 它明明是上升哦 知道吗 在这边 是什么 答案是什么 应该是桌子 桌子 可以吗 因为我的宽度不够宽 好了 我们接下来新增另外一张资料表 好 麻烦请把这张资料表设同期比较 请问一下同期比较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有四年的资料 我会想要知道 2013年的表现是怎么样 2014年的比较表现是怎么样 2015 2016 4年的比较 对不对 最好是秀出来 近两年的资料来做比较 请问我现在2017年的1月2号 所以我去看的同期比较 是不是想要看2015跟2016年的一个利润分析 可以吗 这就是同期比较 怎么做这件事 空白键点一下 他跟着我一起做哦 因为真的只做四到五个步骤 就做完了 第一件事情 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请问这件事 可以吗 要跟着做哦 要跟着做哦 第二件事情 同期比较 我觉得 因为我画出四条线的比较 会比较直观 不要用直条图比 用折线图比 用折线图比 所以我现在点选折线图 请问我们的轴是什么 我们轴是不是应该是各个月 1月到12月 月的资料在哪里 是不是订单日期 所以请把订单日期勾选 当你勾选订单日期 这边有看到吗 这边 这边是不是下面有出现这几个 向下探索 为什么不开一张新的报表 好 那就先不做了 或者是你坐在别的地方 那代表记忆体不够 就要储存档案再关掉重开 好 然后接下来 请问现在是不是年 年 我现在是不是要向下探索到月 月知道吗 年怎么变到月 年怎么变到月 是不是向下探索 点几下 两下 可是是多向下探索 多向下探索 一次 两次 现在是不是变成月了 可以吗 就差在这个地方 很多同学绕不过这个弯 你要从年 改成月 所以是不是要用 多向下探索 这边 这边是不是就变成月了 接下来再勾 利润 利润 他会把利润放到什么地方去 他是会把利润放到值这里面 可以吗 可以吗 怎么样 看到 好 请问做到这边了吗 你刚做了四个动作了 对不对 做成到这个地方 可是 他现在是不是把2013 2014 2015 2016 1月都放在这边 对吧 那我是用折线图 那请问 你是不是要呈现四条线 四条线 因为一年一条线 四年是不是四条线 才能做比较 不然这怎么比 不能比 所以 请问 四条线 就是一年一条线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 图利 就在做这件事 图利 请问你 一张统计图里面 一年一条线 所以这个 一年一条线 就是图利 请你们一定要消化 因为这是基本的图学 图利 图利 就在做这件事 好 所以我把订单日期 拖曳到图利 订单日期按住它 拖曳到图利 可以 接下来再做一个动作 就做完了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往下的三角形 请改成日期阶层 日期阶层 它这边就会变成 本来订单日期 改成日期阶层 它就变成什么 不是用日 不是用一篇一笔资料 来去描述 它是点 现在变成了什么 年 这边它就分开来了 可以吗 在这个地方 就是很多同学 这个地方 稍微调整一下 把那个订单日期 放在图利里面 我们改成 改成什么 日期阶层 本来这个订单日期就是 比如说1月1号订单多少 1月2号订单多少 所以一天是不是一个点 一年是不是有非常非常多点 所以你刚刚看到一堆点 你 可是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4月5月6月 它就不画 这套软体有这个限制 它真的有资料比输 视觉化的限制 好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不是要用这个 这个订单日期 我们是要用日期阶层 你改成日期阶层 是不是就有4个 可以吗 我们稍微把这张图 改漂亮一点 所以漂亮一点 就是让别人看到 是比较清楚的 所以 所以怎么修改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请看格式 格式 这张图 首先你觉不觉得 线条太细了 要不要把线条稍微设 这比较特殊一点 所以跟你们分享 它在哪里 它在图案还是绘图区 它在图案里面 笔触的宽度 请把设 出一点 例如说 现在是不是设 出一点了 折线图 在图案里面 笔触宽度 再来我还喜欢动一件事 就是标记 稍微下来一点点 有看到图案里面 它有一个显示标记 请把它打开 然后这个标记的大小 请把它改成 线条的一倍 这样子的话可以凸显 这个点 在这个位置的存在感 那折线图是因为 这是同一年 1月变到2月 2月变到3月 它是有连续性的 所以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你这样一张图会比较好看 但是 还是会有很多人 他会希望把那个资料标签呈现出来 那你就再把它打开来就好了 可以吗 你没有做到这样子 还没有讲完 其实这样子都比较不是很好 这样子都比较不是很好 可是我们上午可能只能先上到这边 所以我要先教你存档 存档 请记住 你存档 这个档案建议你是带回家 方便明天或者是下午 假设电脑关机 你还可以拥有这个资料 因为我们的资料C点 只要你重新启动电脑 它就不见了 好 所以我先教你存档 首先存档 左上角是不是有一个储存档案 所以点选左上角这个储存 假设我一样是存在下载里面 下载 然后档案名称 我就叫 我个人习惯是这样子 先放日期2020-01-13的大数据分析 应该说是超市分析 超市分析 第一个档案 因为是上午 下午以后再做一做 变成02这个档案 可以吗 我一样是放在下载里面 存档 上午可能要暂时在这边稍微告一个段落 然后跟各位分享了几个重点 像例如说 你会知道说这套软件从哪里下载 然后怎么安装 以及我们是不是画出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以下也做得到的各年利润统计 然后可是这边开始所讲的东西 都是以下要忘成默契的 可是不是以下要做不到 是因为他没办法这么快的做到 例如说自动分析 以下不能做这些分析吗 当然可以 但是你要花很多时间来去做 而且你很有可能会做错 再来做错怎么办 当然要去修正 在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教你所谓的一个联动分析 例如说左边跟右边这两张资料表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怎么去做一个调整 怎么去做 但我点了左边右边就直接跟着改变 可以吗 再来 再来我们是不是有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 当你今天有一二三三张资料表 怎么样去观看 这些都必须要把它学会 因为这个联动分析完毕之后 还有同期比较 还没有讲完 因为你还没有办法达到比较的目的 为什么 你的主管这个时候 他到底要看哪两年的资料 这样了解吗 太乱的资料 你的主管是不愿意去看的 最好是让他自由选 我要比的是也许2014跟2016 他只要点一下 点两下 他就出现这两条线来去做比较 这样的话方便他去做比较 好 那我们上午就暂时先上到这边 下午1点30分 下午1点30分 我们再继续回来上课 好上午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